去年三月,一个多云的下午 英国威廉王子夫妇抵达加勒比岛国巴哈玛 来接机的王室用车不是捷豹,也不是劳斯莱斯 而是一辆比亚迪唐 晚宴时,王妃身后也出现了它 此外,巴哈玛当局还准备了一辆比亚迪汉 没错,比亚迪用中国朝代命名其车型 这一幕在中国社交网络上被津津乐道 与此同时,打开YouTube,搜索中国电动车 你大概率能看到两类内容 劣质电动车被成片废弃,一望无际 或者博主用不可思议的低价买来中国产电动车 用以测试廉价车的极限性能,吸引眼球 仔细观察任何一个行业,往往都有不同侧面 A面光芯亮丽,B面事与愿违 上面这两个画面,哪个才是真相 大家好,我是BBC中文的陈妍 今天,让我们来看看在这场全球汽车产业变革中 中国电动车的AB面 它的崛起,现状和困境 中国电动车究竟如何? 先来看看A面 今年刚过去一半,已经可以说是中国电动车的大年 一季度,中国出口了107万辆汽车 超过日本的95.4万辆 首次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出口国 其中,新能源汽车贡献了四分之一 同比增长超过了百分之百 仅仅用了五年时间,中国从全球最大的汽车进口国 变成了最大出口国 然而如果翻到B面,仔细一看就会发现虚胖的地方 中国出口第一是按出口数量算 但如果看收入,排第一的还是老牌汽车强国德国 中国只能排到10名台外 而白开新能源汽车的份额 其中竟然又近40%是中国制造的特斯拉 中国品牌的新能源汽车中 出口最多的比亚迪只占17% 而且大多数都是以A0为主的入门车 这几乎重演了手机行业的一幕 虽然看起来欣欣向荣 但中国企业的盈利非常有限 只不过从苹果吃肉 小米Vivo OPPO喝汤 变成了特斯拉吃肉 比亚迪理想未来喝汤 当然也有人乐观的形容 无论是电动车还是手机行业 都是美国的一只猛虎 领着中国的一群狼 分食了日本和欧洲的产业份额 无论如何 中国至少成为了牌桌上的大玩家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 它究竟是怎么崛起的 先看A面 2008年 马斯克成为特斯拉的CEO 同年推出了第一辆车Roster 中国入局很早 几个月后就决定要扶持这个行业 从2010年开始 正式提供购车补贴 不仅如此 还减免购置税 在北京上海等对汽车限购现行的城市 电动车一度完全没有限制 12年间 中国砸进去了近1500亿元 企业和资本也激情澎湃的投身其中 突然间 中国消费者发现 一二线城市的商场最好的位置 纷纷被国产新能源汽车抢占 仅用5年 销量翻了40倍 达到了33万辆 首次全球第一 之后8年再翻20倍 今年估计将达到800万辆左右 发展速度最快 但也有代价 翻开闭面 2016年 中国刚刚成为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市场不久 就在一次官方检查中发现 有72家企业 骗取新能源汽车财政补贴 达到90多亿元 而当时一共才补贴了330亿元 相当于将近三分之一都打了水漂 之前提到成片的废弃车辆 就是匆忙造出来 用来骗补贴的 从2015年到2017年 两年时间内有17家车厂倒闭 最新的例子是拜腾和雷丁 前者曾经和富士康合作造车 但因为烧光84亿造不住车 而上了新闻头条 后者曾经叱咤低速电动车领域 年销售额超百亿 但他们都在狂飙突进的产业大潮中倒下了 通过补贴进行产业升级 还有其他副作用 比如招致贸易伙伴的反对 2018年中美开打贸易战 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反对中国制造2025 而新能源汽车就是名列其中的十大行业之一 当欧盟成长为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主要市场后 法国也提出对中国新能源汽车 发起反倾销和反补贴的调查 那么未来究竟会如何 这回我们先看B面 首先悬而未决的问题就是芯片卡脖子 电动汽车平均要使用约3000个芯片 是非电动汽车的两倍多 中国车企开始进入充分竞争的国际市场 不得不面对美国芯片禁令的掣肘 这可能使其与西方同行们竞争时处于劣势 美国联合日本荷兰完成对中国高端芯片 甚至芯片制造设备的禁运 比如中国电动车厂需要使用英伟达的A100和H100等AI芯片 训练自己的自动驾驶算法 但两者都已在献献令的范围内 那么A面呢 在上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中 欧美车企的大排量汽车变得不划算 日本车企开始力推小排量经济型汽车抢占市场 一举跻身全球主要汽车制造商 而在这一轮的能源转型中 汽车行业巨变 传统巨头的优势被重估 中国则希望从美、德、日的跟随者 实现弯道超车变为领跑者 比亚迪总裁王专福曾经分析过 中国70%的石油靠进口 其中70%通过马六甲海峡 而石油中的70%又被用于了汽车行业 这三个70%被中国看作是战略弱点 在极端情况下 比如台海冲突很容易被切断 其中一个解决方案就是 发展新年汽车 中国可能已经在这个弯道成功超车了 但还远未到庆祝胜利之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